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头哥在这里C倍了一个50% 这里我们稍微展开讲一下50%和33%这两个下注尺度的区别 从组合选择上来说 这两个尺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都接近于全范围 但是我们明显发现 50%这个尺度下的频率更低 这是因为尺度越大 就越需要搭配更极化的范围 这个极化从比例上来表现 就是50%这个下注尺度中的强排力和弱排力 这两部分的占比更高 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下一个满炮或者超尺 那一定是更极化 频率更低的 好 面对一个C倍 Linus在这里 由于顶端范围不足 所以他的中小对子都需要跟注 不过呢 他还是可以用两队以上的牌力 混合一些组合听牌 去做一个低频率的加注 转牌发出一张红桃5 这里形成双画面 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这里非常非常适合做一个超尺下注 去进攻Linus的受限范围 不过上头哥在这里选择了66%的中等注 这个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 120%还是66% 这两个就非常像刚刚我们说过的 翻牌圈C倍50%还是30%那个问题了 还是那句话 尺度越大 范围就越极化 好 Linus在这里又没有做加注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基本排除了 Linus有顶两队以上的可能 他的牌力呢 就锁定在了成熟牌的对子 和大量的听牌上面 合牌发出一张方片K 又进一步增强了小盲的范围 在这里呢 上头哥的选择有很多 大注小注中注都是可以的 具体的分配呢 可以这个样子 顶端范围打一个超尺 然后呢 顶对K和K以上的呢 可以打一个中注 然后呢 勾插中对子可以打一个小注 拿一点薄价值 在这里 QT那次顺 三个尺度是都可以选择的 而上头哥最后选择了一个频率最高的33% 那在这里他可能只想打一个薄价值 也可能呢 是准备勾引炸虎 谁让对手是Linus呢 最后精彩的事情发生了 Linus做了一个非常非常GTO的Revo All-In 我人都傻了 真的 虽然最后的结局他撞到了钢板 但是呢 这个操作非常的耐人寻味 为什么Linus在这里可以拿一个中对子转炸虎 不是说好的9X有摊牌权益吗 那我们今天也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知道 当我们要炸虎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阻挡牌的影响 我们希望我们的炸虎牌 可以阻挡对手的根处范围 同时呢 不阻挡对手的气牌范围 好 来看看上头哥的应对范围 很明显 Q9这手牌呢 在这里阻挡了99 QT QQ Q勾这些 整整阻挡了他41%的根柱范围 同时呢 Q9仅仅阻挡了一点点Q勾QQ 这些气牌范围 这些呢 只占了气牌范围的22% 还有就是 Q9黑桃还不阻挡天牌失败的前后门花组合 这五牌总的来说是一手非常适合转炸虎的牌 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合牌size 这是一个all in Linus这个老魔鬼 是怎么知道这个行动在这里也是可以用在all in上的呢 他到底跑了多少的sover 花了多少的精力去研究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 细思恐惧 真的细思恐惧 哎 这手牌看下来就只有这么一个感觉啊 路漫漫起修远西 无将剩下 算了算了 求不动求不动 告辞告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呢 我们恭喜一下本期的获奖观众啊 获赠我们签算精美周边一份 请这位同学呢 联系方式发送之b站私信 其他同学呢 也别忘记了 可以在评论区踊跃答题 也可以呢 转发到其他交流群里去让大家一起来猜一猜 猜不对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拉低他们的中奖率啊 对不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们手里也有奇奇怪怪的手牌 想让大家猜一猜 也可以呢 发给我们 投稿成功的同学也可以有奖品拿哦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再见